这种严密的监控啊 也使得所有的中国老百姓 都生活在聚纲灯底下 总有那个老大哥的一双眼睛 还在盯着你 你害怕不害怕 对吧 其实呢 老大哥自己也害怕 老大哥周围的人也害怕 你看他周围的人想去嫖个娼 老大哥在后子盯着他 他也害怕 他想受个会 他也害怕 对吧 所以呢 这一点啊 就是他都是一个双人界 是个双人界 但是在这种情况 正是因为他是双人界 另外呢 他做的更多东西呢 是不易的 所以呢 正是这一点啊 就像那个电影 那个叫V战士是一样的 这个老大哥呀 他必须是次次赢 刚才文教授已经说了 你必须得次次赢 你不能有一次输啊 只要有一次输 你那个谎言就被戳破了 这个戳破了 最后就引起什么 就是老百姓 最后就反抗 所以我想啊 这一点呢 历史也已经告诉我们 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 独裁者啊 不管怎么样做 都会走上同样的不归路的